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喜欢研究那些牛鬼神神什么的 比如厕所里的花子啊 猎口女 午夜兄灵啊 家爷子啦什么的 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录像带里的真子 大家都知道只要看过真子录像带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必会死亡 大慧佑表示他穷其一身的愿望就是想见上真子一面 你们谁要是得到了真子的录像带 那么我愿意高价回收 总之大慧佑的演讲很成功 台下的群众们几乎都被吓到了 尤其是两位妹子短发妹和长发妹都被吓得睡着了 短发妹和长发妹是一对好闺蜜 某天上午短发妹对长发妹说 我这里有部我刚出道时拍摄的五码高清作品 你能不能帮我复制成碟片 卖的钱咱俩一人一半 呃 搞错了 原来是短发妹父母结婚纪念日的录像 总之长发妹很欣然的就答应了短发妹的请求 接着两人还在接货市场买了一个DVD 并且DVD机里面还买一送一装了一个录像带 长发妹本打算看一下这个录像带里到底有什么 胆小的短发妹就劝长发妹咱还是别看了吧 万一是鬼片可咋整啊 可长发妹非事不听呢 她觉得万一是毛片也说不准啊 但这长发妹绝对是一个心机表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录像带打开了之后你他妈倒是看啊 自己在旁边歪起了手机 让短发妹一个人在那看了起来 而且很幸运的是 这个录像带根本就不是什么毛片 而就是真子的录像带 短发妹这边刚看完录像 那边真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由此可以看出真子的业务能力还是蛮迅速的 到了此时真子的剧情基本已经交代清楚了 接着再看家业子 话说有一位眼睛很大的妹子 大眼蒙今天要搬新家了 而他搬的家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家业子闹鬼的鬼屋的对面 大眼蒙在搬完新家的第一天 他的同学们就开始警告他 你对面那家房子闹鬼 进去的人从来没有活着出来的 你千万别进去 我猜你肯定也不敢进去 你要是敢进去的话我就佩服你 不信你进去一个试试 哎算了算了 反正你也不敢进 大家都知道 恐怖片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那就是逢鬼屋必进 因为不进的话 导演还怎么往下拍呢 好了接下来剧情再次回到真子这边 短发妹在被真子缠身之后 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 于是就和长发妹一起找之前那个大灰友求助 大灰友在拿到录像带之后 当时就迫不及待的看了起来 说好的高价回收呢 咋没给钱呢 你个大灰友 而且你们看一下 大灰友在看真子录像带时候的表情 搞的一项炮哥在看波多老师视频 哦不 搞的一项你们在看波多老师讲课时候一样专注哦 并且看完录像带之后的大灰友 兴奋到恨不得让真子当时就出现在他面前 来一个一对一的见面会 当然啦 大灰友之所以这么不怕真子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自称人脉广阔 认识了一位除鬼大师神婆 大灰友表示可以请来神婆帮助短发妹去除真子的诅咒 而神婆自然也是没有辜负众望 只见他嘴里先是念了一套 你听了也不会懂的咒语 然后又布置了一道 你看了也不会明白的正法 接着神婆就成功的带领了大家 见到了传送中的孟婆 不过神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她临死之际 还为侥幸活下来的短发妹和长发妹 推行了两位除鬼大师 分别是神婆的师兄神棍 和神棍的徒弟小红帽 两人还是有点真本似的 他们可以随意穿梭在家业子的鬼屋 而且还成功抓住了家业子的一串毛 呃毛发 应该是毛发派对 只是这两人虽然法力高强 却不愿意帮助短发妹和长发妹 除非他们给钱 可是两位妹子把出道以来 全部身价都拿了出来 神棍却告诉他们还是不够 这下把长发妹气的 当时就给短发妹说 你把录像带假装给我一下 然后我再去看 这样的话你身上的真子 就会跑到我身上来了 看到这里 炮哥我他妈就不能理解了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你直接看谁不顺眼 把录像带包装成毛片 给他不就完事了吗 哪还用费这么大劲呢 所以最后在智商的压制之下 两位妹子都被真子诅咒了 并且短发妹在被真子杀死之际 还把录像带传到了网上 这他妈也太缺责了 你要是再把标题改成 苍老师IV阿姨 那日本宅男还不死绝啊 接着再说另外一边 在经历了各种 你不进也得进的事情之后 这个大眼盟就完完全全 毫无意外地走进了 嘉耶子的鬼屋 但是没关系 大眼盟当时并没有死 死的人只是他爹和他妈 他爹是贝 虽然已经长大了 但依然是一副 我不管我最帅 我是你们的小可爱的 俊雄给弄死的 他妈是被出场自带 咯吱咯吱响 特效的嘉耶子给弄死的 大眼盟虽然侥幸逃了出来 但肯定也活不了多久 而那两位 橱鬼神棍和小红帽 其实也并不是不想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根本就不是真子 和嘉耶子的对手 不过当他们得知 两个鬼都被人招惹了之后 就想了一条妙计出来 那就是让被真子附身的 短发妹和大眼盟 拿着真子的录像带 然后去嘉耶子的鬼屋 一起观看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两鬼撕逼 他们得力了 好了 接下来在神棍的妙计之下 终于是迎来了 本片的高潮部分 真子大战嘉耶子 只见蓝房选手 一头黑之长的秀发打扮 很明显就是著名女鬼 真子无意了 白色连衣裙群 是她的经典穿衣搭配 虽然简约却不简单 白一点大于黑眼的 清澈明亮瞳孔 更是为她惊人的美丽 增添了一丝 画龙点睛的魅力 用绝世而孤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来形容她的气质 再合适不过了 同样 我们的洪荒选手嘉耶子 也不可能会在气质上 输给对方 只见她手如揉替 肌如凝脂 整个身段 明艳而不可方物 当然 清爽的秀发 清秀的脸庞 清澈的明眸 加上单唇外廊 咽动鬼神 如玫瑰花般 娇艳欲敌的红唇 才是她最有人的风情 真可谓是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公粉带无颜色 并且双方的出手招式 也都是非常的富有水平 一招一招 直指对方要害 见招拆招之间 动作行云流水 犹如灵眼挂脚一般 浑然天成 虽然最后 谁都没能奈何得了对方 可这都不妨碍 旁边的观众们 传来的加油呐喊呼叫声 两名鬼界里 数一数二的一姐 就这么从屋内 打到了屋外 却不曾想 他们是被神棍们 给摆了一道 神棍早就提前 用一口古井 布置好了阵法 等待着他们的上钩呢 而且还非常幸运的 成功了 可是就在我以为 故事剧这样玩完的时候 两位鬼界里的大佬 果然没有辜负众望的死去 他们打着打着 就打出了感情 双方握手言和了 直接合体了 这还得了 镇子和加一子 合体之后的威力 可不是一加一 这么简单了 而是一乘一的 惊人效果啊 好像哪里不对劲那样的 反正总之就是 最后合体之后的 镇业子无敌了 所以大家直接被其团灭 然后电影结束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